安德烈慈善协会走过了七年 和全家便利商店连续有两年 推出了爱心食物箱 执行长罗绍和谈及现况不免担忧 过去三年来 不管是从疫情到通膨的问题 社会上面需要帮助的人增加蛮多的 我们每一个月平均大概都增加了 一百多个受助的 就是跟我们求援的受助者 还好 暖心民众 企业人士都愿意帮忙 携手全家推动了食物箱计划 已经提供给一万四千六百五十箱 帮助了五千五百个脆弱家庭孩童 来解决三餐不计的问题 看到有许多的家庭 因为我们的关爱 因为我们的帮助 然后他们能够渡过难关 我觉得再怎么累 是蛮快乐的一件事情 施比寿更有福 只要透过零钱捐 或者是全家APP手机捐 小额捐的方式 今年还协同了五大企业 只要购买其中一企业的商品 就能够以商品售价百分之二 回馈给食物箱计划 号召社会大众一起来 让弱势孩童不再挨饿 人机卫视张玉成自能中 台北采访不到